今天教大家這個食譜其實是一個方法來的 你用這個方法做任何東西都可以的 今天就選了雞腿菇 就是煙燻 究竟在家裡怎樣做到煙燻的效果呢 雞腿菇 基本上這些菇我們就不會洗的 如果有泥的話我們就拍走它 但你看到這麼乾淨其實都可以的 我們就把它切成一塊塊 接著我們就用少許油和鹽拌一拌 讓它有些味道之餘 到它稍後放進鍋裡炒的時候 它就已經有少許油在上面 就沒有那麼容易焦燻了 即是沒有那麼容易焦燻了 我先拌一拌 你可以用蝦文鑊 又或者可以用普通的平底鑊都可以的 用蝦文鑊呢 其實那個賣相又會更加漂亮 我將它排鑊下去 好 我們燒到它非常之熱 燒非常之熱之後呢 我們反一反去 接著就可以加水焗它 煙燻的過程其實不會煮熟它 它只是帶一些味道給它 即是帶一種煙燻的香味給它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這個階段 煮熟所有菇 是燒到它都差不多很熱的時候 就可以蘸水或蘸酒下去 酒則可能有香一點 但酒有危機會讓它焦燻 因為酒裡的糖粉 一遇到熱力乾了之後 就會焦燻了 烤焗大約五分鐘 接著就到最刺激的部分 煙燻 煙燻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是找一個鍋 當然這個鍋不要易結鑊和塗層 要找一個不手鋼鍋 或者甚至不是太貴的鍋 那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有機會一邊燒一邊乾燒 會燒到黑黑的 通常我會用那個鍋來煙燻 我會一直用那個鍋來煙燻 煙燻究竟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你當然可以用煙燻木 我亦有煙燻槍 用煙燻木塞下去 然後用管駁下去 其實是蠻好用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經常用的話 它也不便宜 我覺得買來就有點不值得了 在家裡簡單的煙燻 其實用茶葉就可以了 這些是普通茶包 任何茶葉都可以的 我把它拆出來 然後呢 加入砂糖 因為砂糖很快焦 而且很容易會出煙 所以就是靠它 然後把砂糖和茶葉拌勻 把砂糖和茶葉拌勻 然後呢 記得在一個鍋裡 一定要加一張石子 因為如果不加一張石子的話 它就會黏住這個鍋 焦在這裡 基本上這個鍋就真的不用了 把它放在這裡 把它放在這裡 把它蓋住 慢慢等 等到它 那些砂糖開始融 開始燒 然後那些茶葉開始燒 它會一直出煙 然後呢 我們就找一個蒸架 好像蒸東西一樣 放一支碟上去 用那些煙燻 一邊烤菇就完成了 當你見到煙已經烤得差不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菇放在另一張石紙上 然後就用九秒鐘的速度打開它放進去蓋上蓋子 這一刻在這裡你會聞到一層茶香 因為用不同的木煙燻會有不同的味道 我剛才用的是茶葉 所以它就會有一種紅茶的茶香 就會聞到那種煙燻的茶香味 你可以用其他木煙燻 但那些都是要特意買的 還有特意要用一些煙燻盒、火槍 最容易在家裏做到就是這個方法 煙燻了五分鐘 這時候就可以打開看看它是甚麼環境 然後聞到一股很香的茶葉的香味 最後這個菜式就會充滿著這一股味 好 搞定 到最後呢 為了增加它的味道呢 我要拿回一點蔗炸橄欖油進去 再加一點點鹽鹽進去 令它的味道更香和鹹味 這個煙燻雞腿菇就完成了 基本上你用這個方法煙燻任何食材都可以 其實很簡單 在家裏就可以做到煙燻的效果了 希望大家也會試試看